原标题 现在算上常桂田已经是七位 虽然他们都年以花奖 但还是值得观众铭记和致敬 毕竟他们都曾经为广大相省爱好者带来过快乐和笑声 常桂田出生相省是家 爷爷是相省大师常莲安 父亲是小蘑菇 常宝昆也是今年去世享年88岁著名相省表演艺术家常宝华的侄子 常桂田12岁就拜师赵佩如学习相省 16岁入五也是相省界唯一一位将军赴军级 他为观众奉献了很多快智人口的作品 比如老大生生 动力研究 帽子工厂 助你成功等 再出的徒弟 有李智友 朱海棠 张勇 张令奇 张朔等 关于他是相省界第一位将军的说法 貌似并不准确 据照中详 2012年10月21日 在微博铺料常桂田已经荣升为少将 是相省界的第一位将军 10月22日 常桂田说 自己在18年前就已经是少将 曲艺界的黄红和李立山 也是少将军衔 其实对于文职军人没有将军的说法 只有专业技术级别没有军衔 常桂田担任过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华说唱艺术研究中心秘书长 中国曲艺家协会员 并被收入中国艺术家辞联 常桂田和叔叔 长宝华创作过四部作品 《帽子工厂》 杂谈诸葛亮 追溯和动力研究等 和王沛远合作过《助你成功》等七部作品 王沛远合作最多的搭档 是常桂田的叔父 长宝亭 也是未像是著名表演艺术家 三年前已经去世 享年86岁 常是相声的嫡系传人 常桂田曾经接受采访 谈得像是艺术缺乏好的教材 这是相声节目存在的问题